十字架的意义 我想我们最基本的把它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讲到它代替的这个意义 就是基督应该是我这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 圣经上告诉我们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 我这个人是应当被咒诅的 应该被审判的 但是基督却为着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 说到他代替我们 他是戴罪的羔羊 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使 他为我使 那么十字架其实也说到是 神对整个救赵的一个否定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最全面的否定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 就是神不仅仅不喜欢不要 而且是被神咒诅的 这就是十字架真正的意义 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把十字架弄得很美化 我们觉得很漂亮又很有气氛 姊妹们喜欢挂个十字架 如果只是做装饰品的话就没什么意义 如果你是为了要提醒自己 为了纪念主 为了像雅各苏说的 我与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 藏在我的怀中 为了在纪念基督的受死 为了效法基督的受死 那么挂的这么一个记号还有意思 如果你只是为了装饰 其实不需要的 它其实是一个受咒诅的记号 就是神整个都不要 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 祂替我们受了咒诅 所以罗马书都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人都是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在神的眼中 整个救赵世界 包括救赵世界里面 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 都是被否定的 因为犯罪的 因为是撒旦在这里挟制 因为被罪玷污了 所以在神的眼中 整个救赵 神通通其实可以 马上就毁掉他的 但是因为他的爱 因为他的恩典 他的怜悯 他让救恩临到我们 他让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照亮那些 一切坐在黑暗中 死因里的人 为了要把我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 这是救恩 所以十字架 第一件事讲到代替 你再怎么好 你再怎么努力 世界上其他的宗教 都是劝人为善 每一次福音朋友 跟我们说 哎呀 宗教都是好的啦 劝人为善 我都忍不住地 要告诉你说 我说这是我们 没信耶稣以前的外行话 这个基督教 才不是劝人为善 告诉你没有善 一个都没有 听说中国鲁迅 当然我不是在中国生的 鲁迅讲说 你再完美的苍蝇 终究还是苍蝇 是不是 你怎么样子完美 他还是个苍蝇 同样的 你今天人 怎样的完美 怎样的修饰 怎样的成就 在神的眼中 就是一个误会定罪的罪人 就是神根本否定的 所以十字架 是一个最大的否定 有人讲说 你背起十字架 如果真的背在十字架上 从天上看下来 就是一个大叉叉 就是我不要这个人 耶稣背定十字架的时候 撒旦用这句话 撒旦在这里喊着说 除掉他 十字架就是要除掉的 就是要除掉的 所以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 他说 基督既然为我们 受了咒诅 或是成了咒诅 就赎我们 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得说 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所以你要知道 十字架的第一层意义 就是打叉叉 否定 完全地否定 第二个 他不光是讲到代替 基督带我们死 他更是一个取代 替代 是跟基督同死同复活 就是 等于 他不光是代替我们 到十字架上死 他根本就是要来 取代我这个人 所以代替跟取代 是不一样的 基督在十字架上 把整个旧照 包括我们都带到十字架上 全部解决了 所以在圣经上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你会说 我现在才活着 耶稣定十字架是两千年前 我怎么会跟基督同定十字架 所以这个真理需要开启 就是 在基督被定十字架的时候 他不光只是流血 赎罪 舍命 替我付了债 让我脱离了神的咒诅 和律法公义的要求 不仅替我付了这个债 而且呢 他把我这个人也带到十字架上 一同解决 所以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呢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就是他现在在我里面 他取代了我 他不光替我死 他也取代了我 他不光替我死 他要替我活 这个叫做十字架的两面 一面他代替我受刑罚 受审判 一方面他要在那里取代我 把我带上去了 让我能够经过十字架 死亡彻底地解决 如今活着的就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受监要放到水里面去 因为把你埋葬了 谁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来 没有人 所有犯罪的亚当后代 进到水里面都出不来的 不可能出来 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 我们都犯过罪了 你进到死亡 你是出不来的 硬间的全尸就把你留住了 什么人能够从死亡中出来 只有神儿子伟大的生命 是撒旦不能拘禁的 是罪恶不能扣住的 他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来 所以当我在水里面起来的时候 表示只有复活的生命 只有基督神儿子伟大的生命 能够从死亡里起来 所以当我从水里起来的时候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这个叫做同定的亮光 就是跟主同死 同复活 这个真理我们需要被看见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十字架是神在基督里 对人类最大的肯定 只有借着十字架的同定 人才可能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 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按着所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所以在这里借着十字架上 神肯定我们 神肯定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 他爱我们 爱就是一个最大的肯定 对不对 爱而且是爱到一个地步 为我们死 他说没有一个爱 比朋友舍命更大了 而主耶稣就为我们 这样子的罪人 都还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是一个爱中的肯定 爱中的肯定 他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爱 哥罗西书第一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我们从前犯罪跟神隔离 因着恶行与他为敌 如今借着基督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而且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所以第二个 神借着十字架 在我们身上的肯定 就是让我们不仅仅 能够脱离罪恶 而且让我们被称义 与神和好 甚至与神为乐 表示他在十字架里面 他越纳了我们 在基督里面 他越纳了我们 第三个 他的越纳的方式 是让我们能够 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 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 人有的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得救 在神的眼中就是如同死人 因为没有神的儿子 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那么今天我们有了神的儿子 做我们的生命 所以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 我们跟世人不一样 我们有两个生命 一个是老亚当的 一个是末后的亚当 基督耶稣的生命 今天到底我是用哪一个生命来活 不仅仅决定了我今天 在地上生活的品质 也决定了我在永恒里面的价值 我今天早上的信息已经讲过了 整个数天的教育 圣灵的工作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去认识 去体会 What a big difference 这两种生命所活出来的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 我的思想 我的情感 我的意志 我的lifestyle 我生活的优先顺序 我的人际关系 我的侍奉 我所有的东西的表现 在基督里跟不在基督里 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 这是属天教育的第一课 就是让你知道说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对属灵的事情 会没有渴慕的 我们不过只是在这里 有一个寄托就是了 我们不过只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有一个寄望 希望神能够安慰我们 能够帮助我们 但是神要得到的是一个 全然不同的生命 能够在我们的里面 替我们活 而且活出神的旨意来 能够带出神的祝福来 所以加拉太说二章二十节 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这就是十字架的取代 我们下期再见